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1月8日 為周同學的離去感到哀傷 竟然前面那套片 去看周梓樂同學那些 我的字都避光了 但很明顯就是周梓樂三個字 可能都成為禁詞 大家幫手Like一下 可能會快一點就除去那個黃標 但就更加令我懷疑 而且這個Youtube 不知道是不是進了什麼人進去 這個是不是警方負責審查的 之前好像說謝震忠都不給打的 這樣欲蓋離張法 還有我見到別人說什麼 就是那個車鏡那些 警方竟然就是這樣 就是你最好快點Back up 車鏡那些朋友快點Back up 那些車鏡那些 整了備份 現在很害怕 就是警方在手刮 手刮那些車鏡 現在你Back up才好給他 如果不是搶的 真的真的 那就是了 所有的車鏡啊 Back up 了Back up 了 其實那晚已經要這樣做了 是啊 車鏡保護證據 啊 期望大家快點這樣做了 都是靠靠靠靠靠 其中一個朋友去車鏡 拍到些防暴 從那裡出來 才推翻了警方的說法 現在說前言不對後語的 啊 那些叫什麼啊 此地無人三百兩的 豈有此理 那 但是呢 啊 這件事呢 就是我希望 大家保持克制 保持冷靜啊 就是 我不想 一條人命又引致更加多的人命 好不好啊 就是 總之所有的人 都要保持冷靜先 啊 就是 現在是很多人 可能很不理智的情況 嗯 不要那麼不理智 你不理智的情況 會做出很多 就是不正確的事情 你應該想一下 有些什麼 真的可以幫到件事 有些什麼是拿到很多證據 有些什麼是可以向國際球門 有些什麼是可以去 保護證人 各樣的事情 例如 那邊其實 是啊 總之你想一下有些什麼 我這裏不說出來 大哥 說出來 變成好像被他搜刮一些證據 逐個消滅 就是 大家就 你認為你手上掌握到證據的 就好好保存起來 上傳去區塊鏈 整個平台出來 這個我覺得是最好的做法 就是有一個可能 簡直是整個Facebook 或者是不知什麼 Blog Blog最好的 Facebook都有審查 整個可能 周梓樂冤案調查平台 那樣 然後就在那裏 慢慢羅列了 那些證據 搜集了那些證據 我覺得用Blog做的 是最好的 是啊 我自己也開了個Blog 那就是 那這裏 嗯 就 弄多一首 歌 大家 平靜一點 想一下有什麼可以做 今天分享到這裏 Aăăăă 2 2 4 5 1 2 1 2 2 1 2 2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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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